那大家有看到这个股价图吗 跟他互动一下 你觉得这样子的股价表现啊 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你帮我留言一下好了 他说如果我之前就有买我就喜欢 然后我在那个山顶把他卖掉 他就喜欢 那很多人是买在上面 他的股价是没有 他最高到多少啊 我刚看起来应该有超过500 应该有超过500 快600哦 应该有 就像Perry常讲的就是很多座山峰嘛 500座 最高的超过500 那我必须这样讲 那在疫情最高峰就是2020年3月过后 你看他一直到了 到了最高点的时候是2021年的7月 就是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他的股价大概涨了十几倍 涨了十几倍 那那我当然会说啊有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啊 你一年多一点 一年多的时间呢 你基本上闭着眼睛买他都赚钱 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在什么时候买 跟你到现在还有没有抱着 如果你在很早之前买你现在 还继续持有你还是赚好几倍 那那当然没问题 可是 你要想看有多少的人是 新闻媒体在讲之后才跑去买的 对 那那时候股价是多少钱 那甚至是很多的新闻 那时候最常讲新闻记得是有一个 好像什么大学生吧 8万块 好像跟家人借8万块去买这个 然后开了融资融券 然后什么到最后面是拿了8000万出来 哇 就是1000倍的回报率 那当然听起来是一个 我们姑且相信它是一个真实事件 那听起来真的是很棒 当然是每个人都很羡慕 那你会想说大学生可以 我应该也可以 而且他只有8万 我可能有80万 我可能会赚得比他更多钱 但新闻报导的时候可能通常啊 都是在这个上涨的末端的 就是你都知道媒体是可以用买的 对 就是可以花钱买一些新闻嘛 买一些时间嘛 那为什么我们常讲嘛 你都很多做台股的人 其实你一开始就心知肚明 我们都有一个印象说 台股很容易被人家操控 那你既然都有这样的认知 然后你看到新闻 你还被新闻左右 然后因为新闻去做决策 那难怪台湾你说 台湾股市很容易被操控 其实不是因为大户去砸很多钱 是因为他放一个新闻 大家就会去被新闻带着风向 就跟着去买 那当然嘛 股票有人买就有人卖 那刚好嘛 那些赚够的人就把他的股票卖给你 没错 对那到后面就是 大家觉得不对劲 想要获利了解的时候 卖的人越多的时候 股价就会一直往下滑 甚至是连带的是 其实他们说真的 他们赚的钱没有办法 再像疫情最高峰的时候赚那么多 因为运费也开始在下滑 然后供应链啊 什么东西全部都会不正常 因为最早运费会涨那么夸张 是因为除了人力短缺之外 应该是塞住了 塞港嘛 所以造成运输时间很长 大家会恐慌嘛 哎我这一班船 我不挤上去 我可能下一班船就要是 到美国本土 可能就要再隔一两个月 嗯 那可能做生意的人 他不能承担那么久的空窗期嘛 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在抢 货柜船的位置才会造成这样 那现在运量已经恢复 甚至是 啊 你可以说因为通膨的关系 那个需求下降 大家买东西会比较绑手绑脚 那造成那个运量就已经过剩 所以那运费基本上已经开始要 往疫情前的运费去移动 所以那运费 我说真的 我自己的本业跟这个有关 所以我知道运费啊 可能差10倍有了 差10倍 所以一差10倍来说 所以这些这些公司赚的钱 可能是最高分的1.10 假设运量都还一样的话 光运费的下降 就会造成他们收入的减少 嗯 那有时候做生意是 你你你 你那个营收降低 其实你可能到最后 变入不敷出 的因为你的固定成本就在那边 对啊 然后有些船公司还因为 疫情好转的时候 去造了更多的船 那我不晓得那些船以后 是要用来运什么东西啊 嗯 因为他们把运量高估 我觉得估得太乐观了 我没有发 没有想到那个疫情 就突然恢复的那么快 这样子 所以我不晓得 所以这个算是疫情的受惠股 你可以说是啊 你可以说 因为是你 对啊 跟我们说有些东西叫趋势吗 我们有时候说 叫有人讲说什么灾难财吗 嗯 那我比较想愿意说机会财 机会就是可一不可再 就他这一次赚很多钱 那你要等他 他下一次股价涨那么多 你是要等他下个疫情吗 还是下一个什么什么事件出来 才有机会再来一次 对对吧 因为营运很厉害的公司 他的股价图长得跟这个 跟这个绝对不一样 嗯 长得完全不同 晚一点 我们有时间给大家看 这个有时间再给大家看